今天上半天北台灣地區還是覺得有點濕 但是下半天開始天氣會變得穩定 我們從地面天氣圖上來看 主要來說受到這個封面遠離的影響 所以其實天氣狀況都變得穩定下來了 而且再加上東北極風減弱 今天各地的溫度都會往上回升 我們從雨區暴圖上面可以來看到 其實降雨都有趨緩下來 到今天為止整個西半部地區 都會是維持晴朗穩定的天氣了 一起來關心各地的溫度 好 首先我們先來看到在基隆 台北跟新北市 都是多雲的天氣 溫度是23到25度 再來看到桃園 新竹跟苗栗 一樣是多雲穩定的天氣 高溫來到26度 台中 昭華跟南投一樣是多雲的 溫度是26到30度 再來看到雲林 嘉義跟台南 今天雲量也是偏多 高溫來到30度 而在高平地區今天也是多雲的天氣 溫度是29到33度 往東不走 在宜蘭跟台東雲量比較多 花蓮是會有短暫降雨的天氣 至於在外島地區 馬祖 金門跟澎湖今天都是多雲的天氣 馬祖的溫度是偏涼的 高溫來到21度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 為止 別 configähr甚麼 Mag譬如hos